红十字会台湾省分会第18次业务检讨会议 使用会长蔡培伙主持 出席的人员包括了全省各县市聚会的会长 所代表约60多人 省公职主席陈大庆和贺颖厅将军 对于书面授辞 免离出席会员 要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 会中并决定今年将扩大推行 先决运动 办理麻疹预防解种 以及与办巡回医疗住户讲题 和特色政府加强推行 农村公共卫生指导等工作